嗨,大家好,我是Jungo 公司是Amazing 我主要是做網頁設計 影片拍攝 有些少許媒體的東西 其實我做生意之前 我是做Financial PR的 即是財經公關 做一些活動、媒體事務 搞活動、處理一些production 前前後都玩了11年左右 然後就有不同的故事 之後半打工狀態去做生意 然後現在這幾年主要是focus 只是做網頁設計 以及一個網上媒體的工作 其實沒有的 我一開始又沒有想做生意的 因為想做財經公關都很好 比起其他公關、Marketing的公司 已經好像很清楚那個career path 我第一天入職 已經大概知道我做多10年8年 我大概的薪金和職位會去到什麼位置 但是真的去到8年、9年那些時間 高不成、低不就 財經公關我經常都要對著不同的 analyst、investor 對著一些公司裏面 財經公關通常會對著一些上市公司 或者大型少少的assess management 一些企業 很多時候我們對於 就未必是marketing的position 很多時候反而是一些investor relations 所謂的投資者關係和媒體 很多時候我做完公關公司 agency 中介公司 想著下一步 要不就轉我第二間公司 但是我都轉過一兩次了 如果要轉的話 就轉下去叫做in-house 我又進不了去做一些大型的企業裡面的in-house 因為其實他們的團隊很小 要不就做IRO investor relations officer 或者再想的 就是已經是CFO或者是IR manager 那我對數字又不敏感 還有我自己academic的背後 又不是很出色 因為當年其實很小的時候 我又沒有考會考 即是不要說會考零分 直接很多份卷我都沒有去考 所以其實我相比在同行 即是坐在旁邊那些 一起跟我同期的那些 就是double degree 或者Master 或者很好 知力 或者英文又超好 我比下去真的差很遠 所以去到十年八年 就算我去到某一個職位 我有這樣的工作能力 但是語言上面 我真的沒有辦法可以judge到下面的同事 作為上司去judge 你的英文不可以 你的東西應該這樣寫 我根本就沒有這樣的能力 所以就是剛才說 高不成得不就就是這樣 對著自己的同事 我又好像發揮不到 還有始終做公關 你每一項都要做 周身都沒有張力 我要搞Event 又要對媒體 又要對上司公司 又要對著很多不同類型的客戶 寫東西又行 所有這些東西混在一起 你好像每一項都懂 搞Event的back job 我又懂得 例如牧場 Logistics 管車 管接送 寫東西 新聞稿 對記者 全部都好像知道 但是 咦 去到一個位置發現 好像沒有一項很強 那想著想著想著 又不想不下 那就嘗試轉過工 其實做生意之前 咦 不如真是好像外面的人這樣說 做過Sales 或者做過所謂的 Corporate Sales 才會找到食 要不然 其實好像我那時候 想轉的時候 都二十多元 唯有試一試 那我就去了POAD 即是POAD 即是買Outdoor Builder 戶外廣告牌 那 又不幸運 那不幸運 那不幸運的意思就是 一進去 那他就看中我做過Agency 這個模式 那他就說 不如你不要做Sales 不如你做RM Relationship Manager 去照顧Agency 咦 進去很開心 一個Fixed salary 又加了少許薪金 又不用跑數 做Sales的 Relationship Manager 但不用跑數 不就算 然後做了兩個禮拜 請我那個Director 遲了職 即是 變相我又變了孤兒仔 然後又Merch 又叫我做Sales 不上不下 做了很短時間就走了 直到 前置頭後 又回去舊公司 即是很Lost 有一段時間 又很想出去 即是創一番事業 但又沒有什麼ID 但那時已經開始 已經有 接 有什麼公司 又有些 爆炸性一點點的公司 那時不斷聽759 那些Talk 又開始有GoGoWarner 如果我沒有記錯 總之又說 什麼A倫融資 又說要集資 又有Capital 又有一個很爆的 idea 去科技園 科學園 那些 然後想想 我真的沒有這些 idea 完全沒有 又不知道怎樣 然後又去了Cocoon 那些創業平台 又看 人家好像走出來 穿西裝外套 然後穿衣服 那些叫什麼 entrepreneur 那些 的start up 那些 我都不是那種感覺 我嘗試過 真的不行 那 其實最後 這些就是前面 設置Upside down的東西 後面就是 最大最大的專業點 令我真正正做生意的 其實我是因為炒了一次車 那 因為有一個很重要的交通意外 就是 上班 OT 晚上 其實是年初五來的 放完駕回去 冬天 那樣 穿得整個腫 那時候 則如衝收工回去 乘的士 在則如衝 然後上東區走廊 康山翻譯那裡 又走錯了路的的士 走了去oneway 兩架的士 迎頭相撞 哇 真的撿回身材 我沒有帶安全帶 現在說回來 我是就這樣見到前面 好像拍戲一樣 有兩盞 白色的光 就是對頭車 我那時候 之前見到光 之前我已經問司機 不是很對路 不是我平時 去開那條路 已經拿著電話 那時候拿著Sony 還沒有iPhone 這樣 接著 就見到白光 然後就爆了 接著 不見了 我想人不見了 一秒多 接著閃一閃 接著 前面玻璃已經碎了 前面已經躺下了 電話是今晚的 那部Sony 那部Sony 沒有爛到 擋風玻璃 就爆了 但是電話是沒事的 還打到電話 Selfie 那我是奇蹟地 完全沒事 對面是要消防車開門 司機和乘客都夾住了 即是夾住了 是開不了出來 人都沒事的 我相信 是我前面的司機 就整面玻璃 那我就搓傷了頸 和腰 照過MRI 所有事情 骨頭都沒事 是一個奇蹟 也因為這件事 後面我覺得 捏回身材 又不能死去 那我應該沒有事可以輸的了 還有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動力 就是 我當時 剛才說 我沒有考會考 其實我中間有一段時間 是遇到不同的百樂 亦都遇到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part time 做財經公關之前 我是偽然 花了五年時間 重新讀書 那 亦都是因為要重新讀書 五年有偽進 副學士 副學士先修 接著兩年 Talk up degree 那拿回那個 degree 最後我有那張書 那 都是正常一個 degree 但是這五年 花了我很多錢 那我是借關翁的 那 後面到我做財經關小小 就是grab了之後 不斷不斷地還錢 還了很多年都未還完 那 那 就是說 我揹著這條帳 然後又打工又不開心 又想創業就沒有 idea 那再加上一個 最後一個 check up point 就是 哇 這樣撞法也不能死去 我真的沒有東西輸的了 那既然揹著這麼大的帳 我打多十年功都還不到 那我是否應該要博一博 不如 就創業吧 然後再坐下 就好像找工作一樣 打開一份 recruit 究竟哪份工作不合適我 我就剃走它 我就打開一本寶 你當 我就寫下我懂的東西 還有剃走我不懂的東西 然後再剃走我一定不會再想做的東西 其實 剛才說公關這一堆東西 其實有很多東西我不想做 我又要翻譯 又要英文去中文 中文去英文 然後還有一些上市公司的文件 嘩 這麼高端 然後還要這麼嚴格 每一粒字要怎樣譯 有不同的 terms 其實很累 人家可能是一個 一個 junior 他譯一份新聞稿 兩版 可能用一個小時 其實我是要用四五個小時 還有文字的東西 我很差 所以很不喜歡做 亦都是因為這樣 到我自己篩選 我想到 原來我發現廣告 廣告牌 然後video 網站 這些是我最想發揮的東西 因為以前做中間的時候 做公關的時候 都已經接觸過這一類型的東西 所以到篩選的時候 我就就這件事去選擇 有些什麼我喜歡 接著又能夠發揮 和我的 network 和我的資歷 支援 那我就向這個方向發展 疫情其實對我 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因為我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先去work from home 很搞笑 我的同事 一早已經是work from home 不過很搞笑 他們不是在他們自己的家裡做 是work from my home 是在我那裡做 起家先的 因為呢 剛剛膽粗粗 剛剛自己one man band 開始的時候 做做做 然後找outsource 找人幫忙 跟著 到我真的聘請人的時候 就真正正正是疫情了 我就先問一個同事 我問他第一個同事 因為本身是好兄弟 所以他不介意在我家裡做 他又想轉行 那當時呢 其實是因為疫情 跟著他做vetail行業 那我問他 喂 你預期等人解僱你 又沒有commission 整三四個月沒有commission 那你不如考慮 試試過來幫我吧 那我 例如你賣化妝品 你賣幾十元至幾百元 賣的commission 可能是十元八元而已 我做的東西是 B2B的網頁設計 或者是其他production的solution 賣的可能是幾千至幾萬元不等 那會不會想嘗試這樣去學呢 這樣去做 那他就說 OK 信得過 反正他都想趁著 年紀越來越大 想轉行趁年輕 一開始 就在我家裡開始 那就是疫情了 跟著 亦都很幸運 其實有時候 某些政府的support 就是不分發擔保 亦都因為這樣借到少少錢 令到我聘請人 沒有那麼大壓力 接著去到應該第三波左右 應該是 沒有記錯了 好嚴峻喔 而且我開始要聘請多三四個人 那就去explorer外面 還有我發現見工很不方便 沒有理由想到我家裡見工 所以我就租了觀塘 一個working space 慢慢開始 這是第三波 接著最近的疫情 其實第五波 是對我最大最大影響的 我是未試過連續 由一月到三月 即差不多連續三個月 一張單都沒有 是真的害怕的 但反而 反而這樣 我就想多一陣 咦 既然都快輸到倒閉了 就快玩完了 不如駁到鋪吧 就一次過請多四五個同事 那 就反而這樣 又過了關 我反而疫情 即疫情每一個階段 都是一個很好的里程庇 是全部都可以逆時擴張 但是 你說很穩定 不是 但每一次的擴張都是 在這些很緊要 大家都覺得很緊張的時候去擴充 那整個疫情 反而對於我們網頁設計 這個行業 就不是太大的影響 因為其實你也知道 又有Dbiz 又有不同的政府 Funding 去支持一些網店 網上轉型 Digitalize 這些東西 反而令到我這個行業 就有少少支援 那以後大家 對於網頁設計 這方面有任何需要 隨時歡迎來找我 或者你想做生意 或者有任何任何業務的交流 聊聊天 分享一下 又隨時找我聊聊 因為我不是那些 好像剛才說 穿了西裝 那種entrepreneur 創業家 我就不是了 我都是普通生意人 很喜歡想一些新的東西 如何夾著 大家win-win 隨時找我